主席 主席我們請副主委 有請翁副主委 委員好 副主委好 今天問題有點多 那也請您就是精確的回答一下我的問題 我想先請教一下副主委 我們現在農委會 一年給全國的農會 跟農田水利會的補助 跟委辦的經費大概有多少 農會的部分一年大概有兩千多項 金額應該在差不多30億左右 那水利會的部分應該 除了會員的會會補助以外 大概一年的相關建設經費大概在20億左右 20億左右 所以農會30億 農田水利會20億大概有50億左右 好 那今天討論農會法 其實農會應該是為了農民而存在 好 但是現在實際上 中南部其實很多農會都被派系所把持 這個問題我相信 農委會這邊都知道 好 那 只要一到改選的時候 其實紅黑派的一個就是 鬥爭 我相信農委會也都清楚 那我想要問 這樣的現象 農委會你們知道 但是其實十幾年來 幾十年來 其實都沒有在處理 中央也都無動於衷 我想問的 針對這些現象 我們是無法可管 還是我們不想管 還是說管不動 好 各位報告 實際上選舉 我們還是有相關的辦法 包括相關的選務工作 那站在行政單位的立場 基本上是怎麼樣 堅守這樣的工作 讓選舉的過程 沒有糾紛 我想這大概是 行政單位最重要的工作 好 還是沒有回到問題 那我現在就三個弊端 來請教一下副主委 副主委 我想問一下 您的坐車 大概是多少的一個金額 您知道嗎 應該在60左右 因為坐車所以 我不是那麼清楚 OK 好 大概60左右 那您認為說 一個農會的總幹事 或是理事長 他的一個公務車 多少錢比較合理 請我們處長來回答看 有沒有上限 有沒有相關的東西 好不好 因為坐車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相關規定 目前沒有相關的法規規定 農會總幹事 或理事長的坐車 但是基本上 他們要購買坐車的話 要報地方主管機關 同意以後才能購買 那你告訴我 你認知 你覺得多少合理 認知 我想因為不同農會的狀況不一樣 不同農會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跟你說 今年總統府的車對9輛車 平均一輛是200萬 立法院的政副院長 他的平均一輛大概是250萬 好 但是呢 這個 我們台中市 有某個農會的總幹事 他最近買了一輛車 是500萬 給總幹事來做一個使用 那就跟處長講的一樣 他要報請農業局 那農業局他也不同意 好 但是這輛車已經在路上跑了 我想問一下 針對這樣的爭議 農委會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以及說這後續要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我們會了解 那當然地方主管機關 會根據他的權責 那因為農會整個這些相關的工作 他要做這些工作 都要經過地方主管機關同意 那我們會請地方主管機關去輔導他 一定要依相關法規來辦理 因為現在我的理解是 這個農業局已經介入了 但是農會不理 地方政府他就是不理 那我希望這個案件 我們農委會這邊 能夠去做一個了解 不要讓這個地方政府跟農會之間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然後第二個問題我要問到的是說 其實這個過去這個農會的一個派系的一個 鬥爭的問題其實一直非常的嚴重 然後有可能是理事長跟總幹事他派系不合 那像之前的這個板橋農會 大家也都知道 他總幹事因為跟這個理事會裡面有一些糾葛 所以這個理事會用交付任務執行不立委 有要求解聘 那這個總幹事他最後他也生氣 然後也就辦理了退休 好不要說最近在台中 台中市的農會 總幹事他就是選舉完之後 他認為說主祕在選舉的時候沒有支持他 所以他上任之後就把這個主祕 調到農場去做工 我想問一下副主委 如果你不滿意你的處長 或是不滿意你的主委 你可以隨意就把他調到農場去做工嗎 我想選舉的輸贏是一回事 那整個讓社會的觀感 跟不要去損害到農民的權益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調動有沒有相關法規的問題 我想這個東西要是依法 我想我們大概都沒有不可能有太大的意見 好那我就要問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農會法有沒有辦法管 地方政府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管理 那我們到底政府的監督機制在哪裡 能夠讓這種事情一再的發生 這個新聞我也希望農業局去做一個了解 一個主祕 他就叫他去農場做工 但是現在台中市政府已經在處理 但是農會似乎也沒有要理他的意思 所以這樣的一個案件我希望今天 我提出來跟農委會這邊反應 我希望能夠介入去處理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在講的 派系跟家族掌握農會的一個問題 現在很多的一個農會 他從理事總幹事到員工 很多都是世襲的 我相信兩位應該都知道這樣的狀況 在我手邊我有資料 台中某一個農會 他裡面有12個禮堅士 他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 好那有一半的成員是同一個家族 好我就要問說 為什麼我們的農會 會有這樣派系跟家族壟斷的一個情形發生 而且層出不窮 請問一下副主委 我想這個大概有他歷史的原因 那也有因為整個還是按照相關的法令 但是法令是中性的 那選舉也是中性的 那到底會形成什麼樣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有他歷史性的一個原因存在 好有歷史性 那我認為 現在最關鍵的因素 會造成這樣的一個持續的一個壟斷 跟世襲的一個原因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在現在農會的選舉制度 大家最近也有一些討論 現在不是農民他就有投票權 現在是間接的選舉 農民先選出代表 代表再去選李建市 李建市再去選總幹事 好 所以呢 如果說要打破這樣過去的這個 壟斷的一個狀況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民主化公開化 讓這個農民他可以直選李建市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農委會 對這樣的一個政策的一個態度是什麼 我想因為整個大概還是在做討論的階段 那因為整個一更動以後 整個相關他的組織架構跟整個權利義務關係都會改變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還是要慎重一點 好 能夠協助農會去擺脫過去這樣子的一個派系化的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個農會應該是要以農民的權益發展為中心 他不應該做這一些其他的一些旁邊走道的一些事情 那我希望說農會能夠回歸他的一個本質 那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希望農委會能夠加強農會改革這件事情 謝謝 好 謝謝委員知道 謝謝 好 我們有請如下